第39章 踏印 银黄天笋 上 在空间系技能的注解 下面还有那三个风系技能的注解 幻影分身 以风之力模拟 瞬间幻化出树道身影 本体可在分身中变化转移 分身持续时间与修为有关 银黄一斩 拥有强大的破坏力 配合空间割裂 会为双系融合技能空间割裂银黄斩 无坚不摧 威力与修为有关 银黄闪电刺 可以化身为银色尖锥 瞬间发挥出强大的穿刺之力 同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速度300% 攻守兼备 银黄天笋常以此技能伤敌 逃逸 看了这些技能的注解 周围青顿时感觉到背脊一阵发冷 这银黄天笋的技能虽然不多 但从这注解上也能看出其恐怖的破坏力 更为恐怖的是 这看上去不大的小家伙 竟然是以脑髓为实物的恶情 竟然是空间和风霜众属性的 周围青一时间不仅有些心痒难骚 毫无疑问 这银黄天笋的技能都是极为强大的 唯一的空间技能空间割裂 那是不用问 肯定要踏硬走的 另外三个风霜性技能对周围青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就像刚才外面那两个中年人说的那样 王极天兽可不多见啊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自然是要物尽其用 可是 来踏硬一次就要十万精力之多 周围青还真有点舍不得 而且 他的三颗一珠中 风霜性技能已经踏硬了两个 现在也只能再踏硬一个而已 思前想后之下 周围青心中暗道 不管了 先把那空间割裂踏硬了再说 要是凭借不死神功的恢复速度足够 能让我第二次踏硬 那就再踏硬一个风霜性技能 反正这三个风霜技能不论哪个都是好东西 剩余的两个风霜技能等自己四珠 五珠的时候再踏硬也不迟 想到这里 周围青抬起自己的左手 解除对变石猫眼一珠的伪装 因为没有日光 而转化为蓝绿色的变石猫眼 闪耀着悠悠光彩 属性轮盘旋转到银色区域 在周围青的控制下 他左手手腕处的第二枚变石猫眼一珠飘然而起 落在了掌心之中 带着银色的光泽 按上了那只银黄天笋的头部 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在飞驼城踏硬宫踏硬时成功的秘诀 这次为了保险起见 更是主动将天力注入到自己右腿之中 散发出只属于他自己的那种特殊气息 当周围青的左手掌心与银黄天笋头部接触的一瞬间 那被封印着的银黄天笋身体顿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原本闭合着的双眼猛然睁开 看到他那双眼睛的一刻 周围青显现心神失守 银黄天笋的眼睛竟然是白色的 只有瞳孔处微微发灰色 在他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 全身散发出强烈的死亡气息 和周围青身上的邪恶 暴力气息不同 这种毫无生气的死亡感觉是那么的冰冷 漠然 只是那样冷冷地注视着周围青 荧光闪耀 周围青体内天力狂泻 踏印已经开始了 但是 与他当初踏印踪迹天寿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周围青骇然发现 自己的天力虽然在不断输出 但却根本无法融入到这银黄天笋体内去踏印 似乎被一道特殊的力量阻挡在外 而银黄天笋看着他的目光依旧是那么冰冷 可本身却没有上次踏印踪迹天寿时那些踪迹天寿的恐惧 周围青并不知道 当初他踏印那些踪迹天寿的时候 那些天寿是因为感受到他身上所拥有的吞噬技能 以及那枚黑猪原本主人的气息而恐惧 唯恐被他吞噬而亡 而眼前这只银黄天笋却是个特例 拥有空间割裂能力的他 是极少数不会受到周围青那吞噬技能影响的 这也正是银黄天笋强大的地方 再强横的技能 过不了空间割裂那一关也无法对他产生作用 哪怕此时被封印着 想要从他身上踏印技能 甚至要比踏印比他修为更高的地级天寿 还要困难 就在周围青心中莫名所以 满腔希望渐渐变得冰冷的时候 一声低沉的咆哮声突然从他怀中响起 白色的身影一闪 肥猫已经悄然落在了那银黄天笋面前 一双已经变成了深紫色的眼眸 牢牢地注视着银黄天笋的眼睛 低沉的咆哮与冷冽的眸光冰冷地注视着他 肥猫的出现 令那无比冷傲的银黄天笋 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他那灰色瞳孔也随之瞬间收缩 整个身体甚至略微颤抖了一下 细微的清明从他口中响起 有些急促 甚至还带着几分哀求 肥猫再次嘀吼一声 然后朝着他摇了摇头 那银黄天笋眼中的希望顿时化为乌有 在他眸光暗淡的同时 周围青只觉得 原本阻隔着自己天力的屏障瞬间消失 紧接着 根本不用他主动去做什么 一股寒意已经悄然涌上 融入到他那第二枚变时髦眼一珠之中 不仅如此 那股寒流刺激着周围青的身体 他只觉得精神一阵恍惚 眼前原本银色的属性轮盘 突然转动到了青涩区域 清灵的感觉再次袭来 掌心中的第二枚变时髦眼 也变成了第三枚 竟然就那么又踏硬了一个技能 而且这次踏硬的技能是疯 这是怎么回事 周围青心下骇然 他此时的感觉 就像是原本自己准备强行 那啥一个女孩子 结果却被人家反过来 强行那啥了似的 这银黄天笋 竟然在主导他的踏意 王极天兽的强大果然 不能以常理度之 没等周围青反应过来 他的第三枚一珠 也已经自行回转手腕 光滑流转之下 一切归于平静之中 吼 肥猫低沉地咆哮一声 眼中流露出满意的光彩 向那银黄天笋点了点头 银黄天笋轻轻地悲鸣几声 白色的小眼睛中 满是稀奇之色 肥猫略微犹豫了一下后 又叫了两声 那银黄天笋眼中 明显流露出一丝喜色 全身浮在地上 重新闭上了双眼 肥猫纵身一跃 回到周围青怀抱之中 有些妖宫似地扬了扬头 周围青在他鼻子上捏了捏 嘿嘿一笑 他好像很怕你啊 可惜 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肥猫 你这小鼻子真肉糊 捏着还挺好玩的 肥猫眼睛一直 心中暗响 这个没心没肺的无赖 收好肥猫 周围青揉了揉自己的脸 摆出一副沮丧的神情 走了出去 现在可不是检验技能和 兴奋的时候 要是让人知道 自己踏硬了那银黄天笋的技能 恐怕自己也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重新回到之前空间系的大厅中 那两名中年人 已经等在那里了 这么快就出来了 左侧中年人问道 周围青一脸的沮丧 不出来还能怎么样 我的天力 根本都进不去她的身体 这王级天兽个头不大 但看了介绍才知道 竟然这么变态 原来这天兽 也不是个头越大就越厉害 等我天力修为再提升一些以后 再来尝试 她这么说 是给以后自己再来做个铺垫 毕竟 她还惦记着银黄天笋身上 另外两个封锡技能呢 两名中年人都笑了 周围青遭遇的情况 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这头银黄天笋被抓回来后 他因宫中为数不多 拥有空间属性的几名异珠师 天珠师都尝试过踏印 和周围青说的情况一样 根本都无法攻破她 自身的那层保护 破印公主说过 想要踏印这支银黄天笋的技能 那么 首先就要拥有天虚力级别的天力 才能破开她那层防御 也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就算是那样 成功可能也是极小的 他们又怎会知道 周围青不但是踏印成功了 而且是空间系 分析两个技能 在银黄天笋的主持下 自行踏印完成 一张金色处置卡 递到周围青手上 右侧中年人道 小兄弟 你也不用沮丧 毕竟 你们凝行师 也不太需要过于强大的技能 这里有45万金币 我和上面说了 因为你一次卖的初级 凝行卷轴较多 因此多给你5万金币 如果以后 你再卖凝行卷轴的话 就来这里找我们兄弟 我们一定会尽可能 多给你一些优惠的 如果完成了一定交易量 那么 以后你再来拖印世级天寿 我们可以 让你免费进行 凝行师的珍贵程度 还要远胜于天猪师 尤其是周围青这么年轻 就能成为一名 出击凝行师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拖印宫虽然势力强大 但也不敢对凝行师 采取强硬措施 否则就是得罪了 天下所有的御诸师 因此 只能采取怀柔策略 至于让周围青 再来他们这里 卖凝行卷轴 自然是撕心作祟了 这可是他们最容易 得到业绩的方法 至于招揽周围青这种事 他们连想都没想过 如此年轻的凝行师 背后没有强大的势力 支持才怪呢 何必自讨没趣 第39章 踏印 银黄天笋 中 接过金色处置卡 周围青本就相当兴奋的情绪 险些抑制不住表现出来 谢过两名中年人后 快步走出永道 就出了拓印宫 站在踏印宫门口 他真想狂笑一声 老子以后也是有钱人了 这可是45万金币啊 凝行师真是个有前途的职业 宾儿 以后你在想踏印什么的 咱一次砸个几十万金币 让你踏印个够 别挡路 让开 正在周围青一脸傻笑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清冷声音 将他从得意中惊醒过来 他这才发现 自己正站在踏印宫门口挡住了路 但这拓印宫大门十分宽阔 两侧也分明能走过去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两个人 一男一女 说话的正是那女子 他手挽着身边的青年 一脸傲然 火红色长裙 衬托着他那修长动人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 绝对算得上绝色 一头粉红色的长发 披散在肩膀上 只是眉宇间那股傲气 和眼神中的不屑 将他原本相当动人的容颜 破坏了些许 站在这红裙少女身边的青年 一身黑色华服 上面虽然只有少数地方 勾勒着金色纹路花边 但却给人一种 低调奢华的感觉 一头暗蓝色的短发极为利落 鼻梁高挺 同样是蓝色的眼眸中目光温和 听着那红裙少女的话 此时正在微微皱眉 他所展现出的气度 远非那红裙少女所能及 尽管看上去 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却让人感觉到一种 发自内在的雍容 周围青本来也没想惹事 自己站在 踏银宫大门前正中的位置 本来也是不对 但是 当他看清这红裙少女的样貌时 顿时停住了脚步 冷冽的光芒 从眼底一闪而过 这红裙少女他认识 土包子 看什么看 还不让开 红裙少女再次怒喝一声 要不是因为身边的黑衣青年在 他的话肯定会更难听一些 周围青笑了 十分憨厚地笑了 我的未婚妻 好久不见啊 我们这还没解除婚约呢 你就已经找到下家了 很好 很好 没错 这首碗黑衣青年的红发少女 正是天宫帝国公主 周围青的未婚妻蒂芙雅 两年多不见 蒂芙雅出落得更漂亮了 已经十九岁的她 正是少女最美好的年华 可是 不论她有多漂亮 此时在周围青眼中 却都是无比丑陋 回想起当初自己 险些死在她手中的情形 再看看 她手挽着别的男人的样子 周围青的拳头 已经下意识钻紧 不论她是否在意这件婚事 蒂芙雅至少目前 还是她的未婚妻 可她竟然当着自己的面 挽着另一个男人的手 这种情况 恐怕是个男人就忍不了 听了周围青的话 蒂芙雅娇猛然颤抖了一下 眼中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两年多的时间不见 周围青的变化 比她要大得多 单时身材就有着天翻蒂芙的变化 再加上她那一脸风尘仆仆的样子 蒂芙雅更不会想到 在这里能见到她 此时定睛观看 这才认了出来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尴尬之色 在蒂芙雅脸上一闪而过 眼中顿时流露出充满担忧的神色 只是 这份担忧 却不是给周围青的 未婚妻 黑衣青年神色间多了几分玩味 扭头看向身边的蒂芙雅 蒂芙雅顿时心中大吉 玉哥 你别误会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她只是我们天宫一个顽固子弟 是父皇之面 我一直都要和她解除婚约的 黑衣青年不着痕迹地 将自己的手臂 从蒂芙雅搂抱中抽了出来 优雅地一笑 道 这是你的问题 不过 你知道我的性格 我从来都不习惯 我的女人和别的男人 有什么瓜葛 蒂芙雅公主 我们到此为止吧 就像是做了一件 十分微不足道的事情一般 黑衣青年性波上 再不理会已经待置在那里的蒂芙雅 向拖鹰公走去 当她经过周围青身边的时候 微笑道 小兄弟 艳福不浅啊 你放心 地府牙我还没动过 还是原封火 原封你妹 周围青站在原地不动 看都没看那黑衣青年一眼 淡淡地说道 黑衣青年脸上原本的优雅 从容在这一刹那瞬间凝固 声音也骤然变得冰冷起来 一股宛如石炙般的杀气澎湃而出 你说什么 这一刻 周围青似乎感觉到 自己身处于尸山血海中一般 那浓烈的杀鸡 让她十分熟悉 因为 她曾经在自己父亲身上 感受到过同样的气息 可就算是这样 当她扭头 看向黑衣青年 周围青却依旧是一脸憨厚的笑意 她的声音无比清晰 一字一顿地说道 原 风 你 妹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 仿佛有无形的电光 瞬间迸发一般 突然 黑衣青年右手闪电般挥出 直奔周围青脸上抽了过来 而周围青 也几乎是同时抬起右手 啪的一声爆鸣 空气中明显产生出一阵强烈的爆震 身在数码外的地府雅 都因为这股爆震 而跌退几步 险些从台阶上摔下去 周围青向后跌退两步 才站稳身形 而那黑衣青年 则是肩头微微一晃 终究还是没能止住 向后退出了半步 周围青双眼微眯 灵力之光内韵 就像是一只责人 而似的凶兽一般 而那黑衣青年脸上 则明显流露出一丝惊讶 浓浓的惊讶 刚才那一掌 他虽然没用多少力 但眼前这个分明 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少年 竟然能够接下来 还能让自己后退半步 那份力量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判 这人的天力 明显比自己强 这是周围青的第一判断 要知道 他的体株增加的是纯粹天力 自身力量又远超常人 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第一次碰撞都吃了亏 那只能证明 眼前这黑衣青年的天力修为 在他之上 没有半分的犹豫 左脚一步踏前 又全悍然挥出 十二个死穴气旋同时运转 一股浓浓的白光透拳而出 直奔对方轰击而去 黑衣青年没有退避 也是抬起一拳 同样是白光奔涌而出 但却要比周围青拳头上的白色光芒 凝食浓郁得多 正面对轰而来 眼看着双方拳头即将碰撞在一起 黑衣青年突然感觉到一丝不妙 紧接着 他面前的周围青就已经消失了 五颗闪耀着强烈荧光 宛如玻璃般的一株 与五颗与周围青一样的冰种翡翠体株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出现在了这黑衣青年双手手腕之上 一株第三颗光芒闪耀 一层白色光照 瞬间笼罩在他身上 与此同时 在他背后 一声轰鸣已经悍然响起 黑衣青年身体向前迈出一步 身体猛然一震 又裂且出一步 那白色光照明显响起一声 宛如玻璃破碎般的声音 而他整个人也已经转过身来 一脸压抑地面对着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他身后 被那白色光照阵退三步的周围青 空间平移 你是空间系家力量 增负天珠师 黑衣青年 看着周围青的目光 明显出现了一些变化 令他惊讶的 并不是周围青天珠师的身份 而是空间平移这个技能 在斐利帝国 天珠师远不像天宫帝国那么稀有 空间系的上位 天珠师也有一些 但是 能够拥有空间平移这种层次技能的天珠师 却极其少见 尤其是周围青还那么年轻 在天珠师的世界中 天力修为高低 拥有天珠的数量 固然是评价一名天珠师实力的标准 但拥有什么样的技能 也同样重要 其重要性 甚至还在天力修为之上 一个拥有极品技能的天珠师 很可能战胜 比自己修为一些的对手 周围青看着眼前这对手 心中也是一片震惊 光明护体 光细 力量增幅天珠师 五珠境界 中卫天尊 眼前这黑衣青年 看上去不过二十六 七岁的年纪 修为竟然已经达到了中卫天尊的层次 周围青完全可以肯定的是 自己老爹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绝对没有这样的修为 二位 请不要再拓印宫闹事 在他们短暂交手的功夫里 十几名金甲武士已经围了上来 黑衣青年向周围青点了点头 我叫明玉 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你侮辱我妹妹的事 我也会记着 说完 她转身向踏印宫内走去 周围青冷哼一声 不甘示弱地道 我叫周围青 侮辱你妹妹 你小心 哪天别成了我的大舅哥 正在向踏印宫内走的明玉脚下一个亮呛 险些摔倒 回身在看时 周围青已经湿湿然地走了 连看都没看地府雅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中反而有种玩想笑的感觉 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这种年纪的年轻人 敢对自己如此说话了 这小子 也算是个奇葩 不过 她的修为也确实惊人 她有没有二十岁都是问题 但天力外放 明显已经达到了天神力层次 虽然也就是刚刚进入天神力的样子 可是 她的力量似乎很不一般 周围青 我们迟早会再见面的 第39章 踏印 银黄天笋 夏 玉哥 等等我 地府雅有些呆滞地目送周围青离去后 顿时醒悟过来 几步上前 来到明玉身边 玉哥 我和她真的没什么 明玉淡然一笑 福雅 我的脾气你应该知道 抢人家未婚妻这种名声 我不希望落在我头上 而且 我说过的话 也从未反悔过 我不追究你对我的欺骗 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否则的话 后果你明白 说完这句话 她头也不回地 静脱硬弓而去 只留下一脸呆滞的 地府雅站在那里 周围青原本的好心情 完全因为地府雅被破坏了 走在斐力城的街道上 心中明显有些烦闷 干爹呀干爹 可不是我不给您面子 和冰儿相比 地府雅差得不可以道理计 她心中原本因为 地封灵儿 对退婚有些歉疚的心态 在这一刻 已是荡然无存 用力地摇了摇头 冷哼一声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为了她生气不值得 不过 刚才与那种 未体尊名誉的两次碰撞 也令周围青深刻感受到了 自己实力的不足 那名誉的天力 起码有天神力 第八种以上的修为 比自己浑厚得多 如果不是自己身体力量极大 恐怕刚才就已经吃了大亏 但是 双方如果都是用一株 踏硬技能和体株 凝形装备的情况下 就算自己所有技能进出 恐怕也没有获胜的机会 这就是实力上的根本差距 不行 还是要尽快将一株 所有技能踏硬完成再说 还有那张传奇套装卷轴 也要凝行了 这斐力帝国不比天宫帝国 高手太多了 自己总要先有一些 保命能力才行 想到这里 周围青就近找了一家酒店 就住了进去 他决定恢复一下天力 然后先进行那张卷轴的凝形 明天再继续去踏硬攻踏硬 凭借不死神功的迅速恢复能力 一天踏硬两次 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两天后 原本就是斐力城最繁华的东城 今天更是格外热闹 尤其是拓硬攻周围的学区 更是人多的举步维艰 五他 今天乃是一年一度 各大学院招收学员的日子 招生一共进行三天 每座学院招收的学员数量 招收条件都不一样 但斐力帝国有一个统一规定 不论是贵族还是平民 都必须要参加招生考试 才能进入这些高等学府学习 在一共十几座学院中 最出名的有三家 分别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斐力帝国天珠学院 以及斐力宫廷学院 其中 斐力宫廷学院 乃是培养文官的摇篮 对新生的要求也最为苛刻 必须要由斐力帝国户籍 而且还要经过三天 共九场各方面考试 优胜者才能进入 斐力宫廷学院 也是报名最多的地方 录取比例近乎于100比1 而现今斐力帝国的文职官员 几乎有80% 都是毕业于这座学院的 可见 他在斐力帝国的影响力 有多么巨大 而相对而言 招生要求最简单 但也是招生数量最少的 就是斐力帝国天珠学院了 要求只有一个 天珠师 只有天珠师才能报考 不论户籍如何都可以考入 但不是本国户籍者 要求必须向斐力帝国宣誓效忠 这座学院全部学员人数 都很少有超过100人的时候 每年能招收10个 8个新生就算是不错了 他也被誉为强者摇篮 要知道 在斐力帝国天珠学院 进行学习的学员 在学院期间都可以免费到拓映宫 进行一珠踏映 如此优厚的待遇 对年轻天珠师的吸引力 可想而知 最后一座就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了 他的报考人数 大约是斐力宫廷学院的三分之一 但录取率也达到了惊人的30比1程度 乃是名将摇篮 周围青和上官宾儿要考取的 就是这所学院 当周围青一大早 来到斐力皇家军事学院门口的时候 他就囧了 整个这一条街上 都是人山人海的 这可让他怎么去找上官宾儿啊 无奈之下 他只能在横城一排 足有20个报名点的学院 报名处守着 目光不断在人群中 寻觅着上官宾儿的方宗 正在他焦急等待的时候 突然 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 凑到他身边 兄弟 要不要考试规则 有了考试规则 报名后考核也能更有准备 这可是今天才让卖的 只要10个金币 看着他手中的一叠纸 周围青美好气得到 一张纸就卖10个金币 你怎么不去抢 谁知道那瘦小男子 却道 抢哪有这样来钱快 还危险得很 周围青不禁被他逗乐了 行 那就给我来一份吧 反正等在这里 闲着也是闲着 他身材高大 足有一米九 又站在如此明显的地方 上官宾儿找他 比他找上官宾儿容易得多 拿了10个金币购买一份规则 站在那里打开看去 等他看到那张纸上的内容时 立刻就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因为 这张纸最上面写着 招生减章四个字 很明显 这东西是报名后人手一张的 可自己却被骗了10个金币 在想找刚才那人 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中 却哪还找得到 周围青一阵无语 心中暗道 这要是老无赖在这里 一定会把自己骂死 其实 他上当道不是因为不小心 主要是等上官宾儿等的新交 这心一乱 也就没多想 更何况 现在他身上 还有几十万金币的巨款 对于这点小钱 也没太在意 只见那招生简章上写着 报名后 考生持有准考证号牌 进入学院进行考核 考核一共分为三项 每项一百分 分别是实战之个人实力展现 鄙视之军事素养 以及面试 同时还有注解 考核的任何一颗如能 达到满分 可不计算其他两颗成绩 直接录取 然后 下面是录取分数线 贵族录取分数线 为150分 平民录取分数线 为180分 一看这个 周围青不禁眉头微皱 这斐利帝国说得好听 什么身份都要进行考核 原来这录取的时候 还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自己这个天公帝国子爵 应该算贵族还是平民 看什么呢 正在周围青看着招生简章的时候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回身看时 一张巧笑嫣然 一衬一洗的俏脸 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可不正是上官兵儿吗 周围青先是呆了一下 紧接着 毫不犹豫地 一把将他拉入自己怀中 紧紧地搂住他的胶躯 顿时引得周围 不少人未知侧目 从认识上官兵儿到现在 这还是周围青与他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 之前在忽颜奥伯那里 天天制作宁形卷轴的时候 还不觉得 等到离开飞驼城之后 他心中对上官兵儿的思念不断地激增 否则此时也不会如此焦虑了 两天前见过蒂弗亚之后 性格上的强烈对比 更让周围青恨不得长了翅膀 飞到上官兵儿身边去 此时骤见一人 他还怎么忍得住内心冲动 上官兵儿被他突然这一爆 本是心中大羞 但他很快就感受到 周围青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还有那搂抱的格外紧凑的双臂 心中的羞涩顿时柔化 反手搂着他的腰 心中一阵充实 这几个月来 他也并不好受 平时有周围青在身边的时候 感觉并不是十分明显 这家伙还经常会惹他生气 逗猛他 可是 他这次一离开 上官兵儿身边是清静了 可这份清静 也令他心中那份惦记与思念 不断升温 在家陪伴母亲 都有些坐立不安 要不是怕影响了周围青 学习宁行卷轴制作 又怕和他走岔了路 他早就直接去飞驼城寻他了 就在刚才 他远远地就在人群里 看到傻傻地站在这边的周围青了 那一刻 他只觉得自己心中 前所未有的满足 好不容易才挤过来 此时在人群中重逢 那份喜悦 兴奋 还有思念的释放 令两人已经完全无视了周围的一切 宾儿 我想你了 尤其是这几天 特别地想你 周围青抬起头 看着那近在指使翘脸微红的娇颜 一时间 他已经忘记 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了 上官兵儿轻恩了一声 低声道 我也想你了 小胖 你好像瘦了 我也想你了这几个字 听在周围青耳中 他顿时觉得 一股幸福之风扑面而来 嘿嘿一笑 道 让我轻一下吧 好不好 上官兵儿吓了一跳 赶忙道 不行 看着周围青 一脸失望的样子 他低下头 轻轻地有补了一句 这里不行 周围青眼睛一亮 凑到他耳边道 明白 上官兵儿大羞 在他肩膀上捶了一下 你明白什么了 周围青挺起胸膛哈哈笑道 明白就是明白 走 咱们报名去 一边说着 他拉着上官兵儿的手 就向里面挤去 他本来就身高体 装在家伤力量强大 一会儿的功夫就挤了进去 找了一个报名点 对着在那里负责登记的 高年级学员道 美女 我们要报名 第四十章 斐力神将 上 坐在桌子后面的这名女生 实在算不上美女 被周围青这么一叫 也是心花怒放 态度顿时比对其他人要好上不少 说吧 姓名 年龄 性别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还有你要报考的专业 以及是否贵族 我叫周围青 十六岁 呃 报考的专业 等我问下 他扭头向身后的上官兵儿问道 咱们这是要报考什么专业 上官兵儿一阵无语 军事指挥系 周围青这才回过身来 军事指挥系 我是天公帝国的子爵 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算贵族 他老爹乃是天公帝国元帅 他对贵族并不如何排斥 更何况还能降低录取分数线呢 那负责登记的女生 欠然道 不好意思 除了本国贵族会得到承认之外 其他国家只有皇室成员 才会被承认贵族身份 所以 你要报名的话 只能以平民身份了 周围青眼神一冷 淡淡地道 那就平民吧 一股莫名的悲哀和屈辱 在这一刻 不禁涌上心头 国小利弱 连贵族身份都不被承认 这还是在盟国匪力 自己的国家弱小 身为国民 竟是都有种挺不值腰杆的感觉 在这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 自己父亲为什么那样 废寝忘食的训练士兵 不断带兵征战 这所有一切 都是为了强国啊 上官兵儿感受到了周围青 情绪上的变化 也快速报了名 和他一起拿了准考号牌 走出人群 小胖 别想的太多 我们来这里 不就是为了将来 能够让我们的国家 变得更加强大吗 忍一时风平浪静 我们来这里 是为了学习 得到足够的知识后 才好回报我们的祖国 你的天赋如此之高 未来一定能带领咱们 天公帝国的将士 扩张国土强国强兵的 周围青狠狠地点了点头 拉起上官兵儿的手 不是我 是我们 不论我在那里 我都不允许你离开我 上官兵儿看着他眼中 决然的神色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小胖在这一刻 似乎变了些 似乎再也不是 那个只会嬉笑的周小胖了 心中威震之下 不禁暗想 我的小胖长大了 报名在斐利皇家军事学院门口 考核则是在学院内部 凭借着手中的准考号牌 周围青和上官兵儿 走进了学院 一进门 就是一片开阔的大广场 简直就像是教场一般 开阔的广场 有着800米一圈的跑道 正对大门 在广场的另一边 一楼通体铁灰色 散发着浓郁的肃杀之气 新生考核的三个项目 都在这大广场上进行 能否通过考核被录取 当时就会决定 有着很清楚的标识 引导新生 周围青向上官兵儿问道 兵儿 我们先考哪个 哎 我看这新生考核你 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就不好说了 上官兵儿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我没问题 周围青道 你没看到这三项考核中 有一项是面试吗 以我们兵儿天宫 第一美女的角色容颜 那肯定是满分啊 其他两项考核 随便拿点分 也能通过了 我就拿了 我这模样 面试就不说了 军事考核那个比试 我估计不拿零分都拿 上官兵儿扑斥一笑 在他肩膀上捶了一下 不许妄自菲薄 没试过怎么知道 走吧 那就先考你最没把握的 军事考核 比试之军事素养 考核在广场东面 个人实力考核在广场西面 而广场中央 则是进行面试的地方 这样是为了避免 个人实力考核的声音 吵到比试这边 两人来到比试考场 这边有空余的桌椅 一人发给他们一份卷子 兼考老师告诉他们 不得交头接二 自己搭自己的卷子 搭完后直接交上去 前面至少有十几名老师 在那里跃卷 当时跃卷 当时确定成绩 已在最短的时间内 完成新生考核 桌子上的笔都是现成的 周围卿坐在那里一看 卷子不禁乐了 如果真要考核 什么具体的军事知识 譬如排兵布阵之类的 他不拿零分都怪了 因为他当年经脉闭塞 天珠未能觉醒 周大元帅也没指望 自己的儿子 能够继承一波 因此从未教导过他 什么军事方面的知识 可此时这试卷上考的 却并不是这些 死板的军事知识 而是战力 考核题目 一座孤立无援的小城 被敌军围困 此时 城内守军只有五千人 平民几十万 这些平民尽为老幼妇孺 敌军十万 完全包围该城 援军至少要三天后 才能抵达 在这种情况下 敌人以小城所在 国家的平民为前锋 发起攻城战 此时 如果你身为城市主 将将会如何抉择 题目就这么简单的一道 下面都是空白处用来填写 周围清略微犹豫了一下后 立刻运笔如飞写了起来 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 不断勾画宁行卷轴的缘故 他写起字来 都比以前好看了几分 一会儿的功夫 洋洋洒洒一大篇 已经跃然指上 他甚至没有再回看一遍 心中大为满意地站起身 看了一眼旁边不远 依旧在达卷的上官兵儿 索性站起来 先去交卷了 月卷的考官们 一直都在忙碌着 因为考题只有一道 这些老师又都是 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 资深指导者 因此 月卷速度非常快 周围清排了一会儿队 就轮到他了 结果他卷子的 是一名年约五旬的男老师 刚看了一行 这位老师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周围清的答卷上 第一行写的是 杀 杀 杀 三个字 月卷老师向下看去 指尖上面写着 如我是小城军事主将 那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下达杀戮命令 城外的平民 固然是我国国民 但是 城市内的平民和军人 难道就不是了吗 在这种时候 哪怕只是半分的犹豫 都会造成成破人亡 到了那时 难道敌人就会放过那些 为他们冲锋的平民吗 或许会吧 但是 身为军事主将的 我却绝不会赌 不会拿城内几十万平民 和我数千军事的生命去赌 守住这座城市 是我的第一要务 那些作为先锋 冲击城市的平民 固然无辜 可如果不杀死他们 身为军人 我的任务就无法完成 或许 我守护的只是一座小城 对于战争全局影响并不大 但是 身为一名将军 我却不能这么想 我必须要竭尽所能 完成我的守城任务 因此 我会毫不留情地杀戮 直到战至最后 攻击不能直接摧毁我城 那么 当夜幕降临之时 我会将守城责任 交给我的副将 独自一人出城袭敌 为死难的平民复仇 能杀多少就杀多少 在我去偷袭敌人之前 在城内 我会准备好足够的燃料 留给副将一道死命令 一旦敌人冲入城中 那么 全城点燃 定要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 就算是城破人亡 也绝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更不会留下一个火口 让他们再利用去冲击临近城市 战争中 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我只会竭尽所能 做到我所能做的一切 为战争全局 争取最大的好处 至于死多少人 就不是我所能顾及的了 看着周围清这份试卷 月卷老师的脸色 是越来越难看 他只觉得 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息扑面而来 忍不住怒声道 荒谬 简直是荒谬至极 一边说着 他抬头看着周围清 这就是你心中真正的想法 我很难想象 如果你真的成为了一名将决 会有多少人因你而死 你这份答卷 让我仿佛看到了尸山血海 一个罔顾生命 肆意杀戮 不顾平民死活的将军 永远也不可能得到 民众和士兵的爱戴 你就不怕你的士兵滑变吗 周围清耸了耸肩膀 道 滑变 为什么会滑变 难道我不会告诉他们 那些平民 根本就是敌军伪装的吗 如果我是将军的话 我的任务是保家卫国 并不是要保护所有平民 我相信 也没有任何一名将军 能够做到保护所有平民这种事 我更不需要平民的爱戴 我只需要保证更多人活下去 战争总要有牺牲吧 难道我要弃城投降不成 月卷老师愤怒地道 就算是弃城投降 都比你这答案好 不论你怎么狡辩 你这份答卷我都会给你零分 而且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 绝不希望你这样新兴的年轻人 进入学院学习 将来真的走上战场 周围清撇了撇嘴 迂腐 对于这项考试他 本就不是很在意 零分就零分呗 反正只要有一项考核满分 就能通过考试 他对个人实力的考核 那可是信心十足的 正在那月卷老师 准备给周围清这份试卷 一个大大的零分时 突然 一个轻量的声音响起 等一下 给我看看他这份试卷 第四十章 斐力神将 中 周围清抬头看时 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一名青年走到那月卷老师身边 拿过了周围清的试卷 这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两天前 他在拓印宫门前见到 在一起的黑衣青年名誉 他依旧是那身黑衣 脸色平静地 看了周围清一眼 就像是根本就不认识他似的 周围清心中暗道 这家伙 不会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老师吧 要是那样的话 今天这考核 可真不好说了 而且他注意到 之前的月卷老师 见到这名誉后 脸上竟然流露出了恭敬的神色 甚至主动站起身 将自己的位置 让给了名誉 此时 上官冰儿也已经答卷完毕 来到周围清身边 之前那位月卷老师的声音很大 他也听到了 不禁有些担忧地看着周围清 茗玉坐在那里 十分仔细地看了一遍周围清的试卷 当他再次抬头看向周围清的时候 脸上分明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好 好 接连说了三个好字 茗玉向周围清点了点头 道 这份答卷 是今天我见过的所有答卷中最好的一个 虽然略显稚嫩 但作为一名 想要考取斐力皇家军事学院的新生 已经是无可挑剔 傲勒老师 我建议给这位新生满分的成绩 什么 满分 先前那名月卷老师顿时脸色涨红 茗玉大人 这不对吧 这位学员的答案实在是太荒谬了 他竟然要在第一时间主动击杀平民 后面还有狗屁不通 想要自己一人去偷赢的幼稚想法 这怎么可能通过考核 又怎么可能是满分 看着茗玉 他是一脸不敢置信的神色 换了别人的话 恐怕他早就直接质疑其公正性了 茗玉淡淡地道 傲勒老师 您一直研究各种军事知识 但是 您毕竟没有真正上过战场 战争 本就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这位新生的选择 是最佳答案 为了不影响其他新生考核 具体情况我不便说 新生考核结束后 我自然会给您一个交代 但是 这份试卷 我坚持我的意见 急于满分 至于您说 一个人偷赢幼稚 那么 如果这个人 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天猪师呢 您还会认为他幼稚吗 一边说着 他竟是直接拿起旁边的红笔 在周围青试卷上 写了个大大的红色百分 等等 你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月卷老师 凭什么批改我的试卷 周围青可是丝毫不领情 对一个曾经 和自己未婚妻亲热 走在一起的男人 他能有好感才怪了 看着周围青眼中明显的敌意 那位傲勒老师 才完全肯定 名誉和这小子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当着这么多人 敢呵斥名誉的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哪怕是斐力皇家军事学院院长大人 都从未这么做过 忍不住道 你来报考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竟然不知道 斐力神将名誉大人 周围青扭头 看向上官兵儿 斐力神将 很有名吗 上官兵儿此时一脸的震惊 看着坐在那里的名誉 眼中甚至流露着崇拜之色 而其他正在参加考试的考生们 听到斐力神将名誉这几个字 无不站起身来 脸上充满了兴奋和惊喜的神色 甚至还有尖叫的 在一众兼考老师的呵斥下 才重新做好继续考试 但目光却不断地向这边飘过来 茗玉看着周围青 丝毫不掩饰眼中的赞赏 小子 你这份答卷让我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因为那场战报 目前只有军部的人看过 我甚至要怀疑 你知道那场战争的真相了 你不用怀疑我的目的 两天前的事是一回事 今天这又是另一回事 至于批改你试卷的资格 我想我是有的 因为我是这次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新生考核的监士 同时 这份试卷本来就是我出的 说完这句话 她的目光转向周围青身边的上官兵儿 眼中流露出惊艳之色 这位姑娘你好 可以看看你的试卷吗 上官兵儿下意识地将试卷 和自己的准考号牌递了过去 茗玉接过她的考卷 坐在那里慢悠悠地看着 上官兵儿此时才醒悟过来 扶在周围青耳边 低声道 小胖 这位茗玉神将在斐力帝国极为有名 乃是斐力帝国军方鹰派的代表人物 也是年轻一代斐力军人的偶像 甚至可以说是军界的奇迹 她的经历是传奇性的 周围青撇了撇嘴 道 有多么传奇 上官兵儿低声道 她今年应该是三十多岁了 你千万不要被她的年轻所迷惑 这个人极为厉害 据说 她六岁时开始跟随她父亲 斐力帝国著名将领明洪 学习各种军事知识 十岁天诛觉醒 十二岁与父亲一起在斐力帝国军部 进行战力推演时 继经四座 十四岁破利参军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 短短两年 击军功升至营长 十六岁那年 凭借一个营的兵力 在于万寿帝国的战争中 骚扰敌军六个营 给本方大军争取了四个时辰的时间 最终大获全胜 从此一战成名 之后返回帝国 就在这斐力皇家军事学院学习两年 获得了斐力皇家军事学院 几乎所有可以获得的荣誉 十八岁重新踏上战场 从此大小近百战 未尝一败 二十八岁那年 已经累计军功升至军团长级别 手握十万大军 乃是守护斐力帝国北疆的一代名将 凡战士击溃敌人后 从不留活口 有人甚至称他为一代杀神 万寿帝国对其更是恨之入骨 为了杀他 曾经组织过几次大规模战役 可他不是还好好的活在这里吗 不知道多少人以他为偶像 这样的经历 可以算得上传奇了吧 周维钦眼神微动 有些霸道地 搂住上官兵儿 在他耳边问道 我只想知道 他是不是你的偶像 上官兵儿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低声道 我只崇拜他的军事才能 但他却不是我的偶像 这个人操守不好 据说特别的好色 好色就是操守不好啊 两个声音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一个自然是听到了 对自己评价的茗玉 另一个就是周维钦 同时说完这句话 两人对视一眼 茗玉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 周维钦则是不懈地哼了一声 茗玉拿着上官兵儿的试卷 微笑道 美女 你放心 虽然你说我操守不好 我给你的评分也还是公正的 你的答案太过于重归重举了 我估计一百个考生中 有九十个都是你这种答案 所以 我只能给你五十分 天赋在任何时候 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你身边这小子 在天赋上明显比你好 我给他四个评价 沙发果决 其他方面我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像报名表上填写的那样 只有十六岁 那么 在这方面 他甚至还要超过我 至少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没想过自焚阻敌这种方法 上官兵儿听了明昱对自己的评价 翘脸微红 只是恭敬的道 多谢将军 明昱站起身 目光重新回到周围青身上 微微一笑 道 我发现 你有些地方和我很像 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 我会再去找你的 周围轻呸的一声 吐了口吐沫 老子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喜欢女人 说完 拉着上官兵儿 拿着考卷和准考号牌 扭头就走 明昱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子看着挺老实 但实在是个刺头 看来学院这几年是要热闹了 正在这时 一名士兵急匆匆地冲了过来 在明昱面前例证行礼 报告 说 明昱淡淡地说道 他虽然只有32岁 但那份威严气势 却充分展现出一代名将风采 军部命令 请元帅立刻前往 嗯 我知道了 挥挥手 明昱向一众乐卷老师汉手示意后 这才大踏步地离去 背后留下一片羡慕 尊敬 极度的目光 上官兵儿被周围轻拉着 向学院广场另一侧走去 他不禁有些担忧地道 小胖 你也不要想得太多了 毕竟 明昱将军已经30多岁了 你才16岁而已 我相信 我的小胖 未来一定会超过他的 周围轻惊讶地看着他 道 想太多 我什么也没想啊 我和那臭屁的家伙 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超过他 他是他 我是我 上官兵儿一阵无语 心中暗响 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军事素养这一门 已经是满分 不用继续考核了 你等我吧 我参加个人实力考核 周围轻哼了一声 道 谁要那家伙的满分 我陪你一起参加 你老公的个人实力 那可是无比强悍的 一边说着 他还摆出个肌肉造型 看得上官兵儿不禁笑了起来 第40章 斐力神将 下 个人实力考核这边聚集的人 相对要少一些 一共有十位负责测试的老师 都是与测试学员 简单交手之后 给予评分 周围轻和上官兵儿 找了一对排在那里 两人数月未见 要说的话很多 周围轻前一刻 还说名誉臭屁 这会儿却忍不住 很是自得地 将自己在宁行诗上的 天赋大夸特夸一番 上官兵儿 只是一脸微笑地 听他讲述着 当他最好的听众 正在周围轻即将讲到 自己冲击汽海学时的痛苦时 突然 一阵惊呼声 打断了他的话 两人的目光 被吸引了向前看去 惊呼来自于 正在排队等候考核的 一众学员们 而引起他们惊呼的对象 正是一名正在测试的学员 这名学员很容易被注意 因为他的块头 实在是太大了 周围轻一米九的身高 再加上健壮的身躯 在普通人中 已经算是身形睽萎 但和这名学员相比 却小了不止一号 这人身高 恐怕要超过两米一 雄壮的身体 就像是一座小山似的 正问声问气地说道 老师 您打得不疼 话说 您能不能给我个满分 军事素养那里我是零分 要是这边不得个满分的话 恐怕我就考不上了 负责替他考核的老师沉声道 新生马群 释放出你的本命珠 让我看看 哦 那叫马群的大块头 很是老师地抬起双手 光芒一闪 双手各自出现一枚本命珠 右手手腕处 乃是一颗晶莹的黄色翡翠 黄翡象征着坚硬 也就是防御 纯粹的黄翡单一属性 这本身就已经是天珠师的象征 而在他的左手手腕上 则是一枚金灿灿光彩夺目的宝石 金钻石 土戏 上官兵儿不禁惊呼一声 惊讶地道 土属性本身就擅长防御 他自身的体珠属性又是坚硬 这个大块头自身的防御能力 恐怕会极为变态啊 他这种天珠搭配 被称之为纯防 比我的纯敏还要少见 周围倾笑道 可他的修为 就要比你差远了 你没看他才是下位天师吗 最多也就是七重天力修为而已 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 那位负责考核的测试老师 一脸郁闷地道 马群学员 你既然是天珠师还参加什么考核 难道你不知道 不论是哪一所学院 天珠师都是可以免试入学的吗 好了 你只要在我这里进行一下登记就行了 今年平民学员的素质不错呀 你已经是第二个天珠师了 啊 惊讶的声音几乎同时从马群 周围倾和上官兵儿口中响起 周围倾和上官兵儿面面相去 都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 难怪华峰没对他们说什么这边 新生考核的事 原来天珠师是根本不用考核的 这可比贵族考生的待遇 还要优厚得多了 周围倾赶忙拉着上官兵儿走了上去 老师 我们也是天珠师 请您帮忙登记一下 几名测试老师 以及那些准备测试的新生们 听了他的话都未知测目 那名叫马群的高壮新生 也看了过来 这家伙长得比周围倾还憨厚 看到上官兵儿的时候 咧嘴一笑 姐姐 你真漂亮 上官兵儿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 周围倾冷眼旁观 他发现 这看上去比自己 还老实憨厚的大个子 在说上官兵儿漂亮的时候 分明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自己就擅长装老师 自然是一眼 就识破了这家伙的本质 测试老师们 自然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 给马群登记的那位老师道 请出示你们的本命珠吧 周围倾和上官兵儿 可不会像马群那么老实 两人都只是露出了自己的右手 而且用身体挡住了 包括马群在内背后新生们的视线 各自露出了自己的体珠 那些等待考核的新生们 只是听到一连串的抽气声 却什么也没看到 极为负责测试的老师 在看青周围倾二人 各自三枚的纯色体珠后 会议地保持了沉默 快速为两人进行了登记 上官兵儿一脸惊讶地看向周围倾 小胖 你又进步了 周围倾苦着脸道 我可不想进步啊 差点死在忽颜老师那里 没你在身边充学的滋味 实在是太痛苦了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登记已经完成 菲利皇家军事学院的办事效率是极高的 他们两人与马群 都直接拿到了入学通知书 测试老师告诉他们 三天后 所有新生考核全部结束后 正式前来报到 分班 姐姐 我叫马群 你叫什么名字 你真漂亮 你是我见不得最漂亮的姐姐了 周围倾和上官兵儿 刚从个人实力考核那边走出来 大块头马群就跟了上来 一脸憨厚地问道 上官兵儿刚想回答他 却被周围倾拉到一旁 周围倾眼睛一翻 看着比自己还要高了一个头的马群道 傻大个儿 在搁面前装 你还嫩 滚远点 否则的话 小心搁揍你 小胖 上官兵儿有些称怪地扯了他一下 马群呵呵一笑 道 这位大哥 我很劲打的 你揍不动我的 就算你是天猪师爷一样 哦 我揍不动你 周围倾扰有兴趣地看着他 这会儿上官兵儿也算明白过几分来 不再吭声了 马群依旧是一脸傻呵呵的笑容 要不咱们打赌吧 要是你揍得我疼了 我就走 不然的话 你把漂亮姐姐让给我 周围倾也笑了 算盘打得不错呀 不论怎样 你都不吃亏 好吧 难道我也吃吃亏 我就答应你了 你可准备好了 马群站在那里 两腿分开 他表面上似乎傻呵呵的 可实际上却一点都没大意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天猪 左手上的图属性金钻石光芒一闪 顿时 在他皮肤表面 已经多了一层淡金色的光芒 原本就已经极为雄壮的身体 仿佛胀大了一圈似的 皮肤也明显变得粗糙了许多 准备好了 大哥 你来吧 周围倾笑眯眯地道 不错吗 石化肌肤 再加上纯防御性体珠 怎么说你也叫我一声大哥 我要是用天猪技能对付你 那是欺负你了 看好了 我可没释放出本命珠哦 一边说着 他还特意露出右手手腕 给马群看清楚 就在马群的目光 落在他手腕处的那一瞬间 周围倾突然闪电出腿 右脚狠狠地踹在了马群的小腹上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那体重起码超过250斤 拥有着一身强悍防御能力的马群 骤然起飞了 没错 就是起飞 他的身体被周围倾这一脚 踹成了弓形倒飞而出 一连串细密的暴鸣声中 他身上的石化肌肤轰然破碎 整个人竟然就那么飞出30米开腕 光影一闪 上官冰儿身边的周围倾就已经消失了 他再次出现时 竟然已经追上了马群的身体 右脚再出 由上向下劈出 狠狠地砸在马群的背上 令他那倒飞的身体轰然下坠 重重地砸在了花岗岩扑就的操场上 然后 马群就消失了 这边巨大的动静 吸引了操场上大多数人的注意 而周围倾已经从容地落在地上 他确实没有使用任何天猪技能 凭借的只是斜魔右腿恐怖的力量和爆发力 一脚踹飞马群 再骤然冲出追上他 一脚再将他轰在地面上 此时 马群那雄壮的身躯 已经完全嵌入了地面的花岗岩之中 周围倾一只脚踩在马群背上 脸上依旧是笑眯眯的神色 傻大个儿 哥教你个乖 喜欢女人没有错 但不能觊觎哥的女人 告诉哥 你现在疼不疼啊 两天前 茗玉和蒂夫亚在一起的时候 周围倾虽然有些郁闷 但蒂夫亚毕竟只是有个未婚妻的名分 他也不是十分在意 但这大块头马群 却惦记上了上官冰儿 这是他万万不能忍的 上官冰儿 乃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被他视为独一无二的禁乱 所以 他要将马群心中的龌龊念头 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 对付这种装逼泡妞的家伙 就必须要将他打疼了 他就不敢了 疼 好疼 大哥 我错了 马群勉强抬起头 这家伙的防御力确实惊人 被硬生生地砸进花岗眼里 他皮肤表面 竟然连到血口子都没出现 但那钻心的剧痛 却不假 尤其是小腹被周围轻踹的那一脚 此时他只觉得 五脏六腑仿佛要翻转过来似的 自从本命珠觉醒之后 他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但他又如何不知道自己 撞在了铁板上呢 周围轻抬起脚 看着一帮快速跑过来的老师 一脚将马群从地上挑起来 脸上流露着真挚的微笑 帮马群扶掉身上的尘土 怎么回事 一名老师看着地上那触目惊心的人形印记 怒声问道 周围轻微笑道 没什么 我们刚刚通过了入学考核 心情太兴奋了 忍不住切磋了一下 你说对吧 马群同学 马群看着周围轻 神色有些古怪 但却立刻点头 是啊 我们只是切磋了一下 老师 这地上弄破的石头我赔